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十大地址 它是什么地址呢 它是智慧第一的地址 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有十个地址 智慧第一的是舍利佛 在于说尊者智慧第一的 他是舍利佛 舍利佛看我佛的唯一神力 听懂了一点点之后呢 他还有一点点的怀疑 所以他就问啊 问那个谁 问那个世尊啊 他说若菩萨心静则佛辱静则 才说菩萨是心静 然后他佛辱静则 那我世尊啊 我就是意思说 世尊啊 释迦牟尼佛 唯本为菩萨的时候 就是说那世尊你在菩萨没有成佛的时候 难道你的心没有清静吗 也就是说佛静的话 比如说他意思说 若菩萨心静则佛辱静 假如菩萨心静佛辱静 假如我还没成佛的时候 我在菩萨 难道那时候我的菩萨心没有静吗 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齁 居然说他听得懂 那你的心意难道不清静吗 还是 而是佛辱不静落子 而是现在 现在这个佛辱怎么会不干净呢 因为佛辱静 心静佛辱静的时候 那个 释迦牟看了 下着杀佛世界 那时候世尊在印度 印度那时候的佛土有没有清静 没有啊 那时候佛土不清静啊 在印度啊 好 那你说你心静佛辱静 难道你在菩萨的时候心不清静 为什么你下着佛土只有不清静的地方 在印度啊 那时候世尊在印度说法的时候 看起来印度的杀石瓦利啊 哪有 你要清静 而且这个人也不清静啊 佛土也不清静啊 那他就讲说 诶 观的话呢 意己不静 而是佛土不静落子 而是这个世尊 你现在成佛的佛土不清静啊 那你不能说 心静则佛土不清静啊 那你像你成佛 你像这个佛土不清 那不对啊 你说心静则佛土不清啊 那你在菩萨的时候 你难道心不清静啊 他就问这个问题啊 佛知道他的念头之后呢 就要告知这个摄定佛说 我现在告知你 日月起不清福 那我现在问你 日月难道不清静吗 太阳跟月亮 难道不清静吗 而 但是虾子都看不到 而忙者不见 就是虾子的人是看不到的 就是 日月难道不清静吗 但是虾子是看不到的人 对于 那这个世尼佛就跟他讲说 不是的啊 世尊 是这个 虾子看不到日月的不清静的话 是因为是虾子本身的问题啊 不是太阳跟月亮不清静啊 太阳月亮清静啊 难道太阳月亮不清静 是 而忙者不见 而虾子也看不到日月的光明啊 不清静啊 那看不到的话呢 到底是虾 是日月难道就不清静嘛 他说不对 日月清静 但是只是虾子的人眼睛看不到而已 是忙者过失 并不是日月的问题啊 非日月的过失啊 世尼佛众生罪顾 所以佛 那我告诉你 众生因为有这个弥媚 还有呢 弥媚生死 众生因为他的罪顾 不见如来佛祖的眼睛 因为众生因为有问题 心有罪 就不见到我佛如来佛祖事情 他就看不到佛如来 非不是我如来的问题 不是我如来有病啊 是怎么样 是众生有病 世尼佛 我这个国土啊 国土清静 而你看不到的 我这个国土是清静的 而你看不到 你看的是印度那种的沙士王说 你是用肉眼来看的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罗杰范王 就是告诉世尼佛说啦 罗杰范王是清静的范王 只要是范之的话 叫做什么样 范王 这个范叫做清静行 什么叫做清静行 就是断了男女色役的 这个叫做范 那这个有一个半天的王 就是他男女的色役都断掉了 叫做范王 这是范王就是罗杰范王 这对世尼佛 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世尼佛 这个土佛徒啊 而这个佛徒不以为不清静 你不要认为这个沙佛世界是不清静的 你不要这样来说 为什么呢 所以者 为什么 我见释迦牟尼佛的佛徒清静的 因为半天王秀的比较高 他说我见释迦牟尼佛 这个佛徒是清静的 比如自在天宫 就好像在这个自在天宫啊 自在天宫是另外一个 就是他化自在天宫 就是自在天宫 这是欲见的第六天 比如自在天宫 一样 跟自在天宫一样 是清静的 世尼佛说 我见 但是我看到这个土地啊 是丘陵啊 高地不平啊 坑坎啊 就是坑坑坎啊 还有什么 还有荆棘啊 还有沙塑啊 就是我看到都是一个草木多次啊 草木多很多次啊 还有沙塑的地方 西沙确实都很多啊 还有土石珠山啊 还有我们土山很多山啊 慧恶充满 还有臭气一大堆啊 哪有干净 没有干净啊 因为他 这个圣律佛看得是时间啊 慧气充满啊 这唯罗结放完就说了 忍者 哎呀 这个圣律佛啊 是你自己心中有的啊 有高下 你心生的高下 所以你不依佛的智慧啊 你没有依佛的自信的智慧 所以你来看到这个土啊 这个土是不清静的啊 这个过得不清静的 所以你心中有高下的不平啊 圣律佛 菩萨与一切众生啊 菩萨对一切众生 西皆平等 土不是平等 身心是清静的 所以依佛的智慧 则能见此土是佛土清静 佛就见到这个佛土是清静的 于是佛呢 就用脚 以竹子 用竹的指头按了地 用脚子按了地 这个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啊 若干的百千真宝研士啊 很多的真宝啊 还有庄园美妙啊 百千的真宝研士啊 譬如宝庄园佛 譬如这个宝庄园佛 无仰功德的宝庄园 众如这个宝庄园佛 无样功德的宝庄园佛土 好像无样功德 宝庄园的佛乎土 一切大众啊 看 哇 即使这个诗要不要讲一探 整个都变得非常佛佛的佛土 那佛的国土里头有很多的珍宝 环金玛瑙什么什么什么 七宝头巨竹 这个时候 哇 怎么这么庄严啊 就好像宝庄严佛一样 无量功德来打他庄严这个佛 一切大众叹未成有 就赞叹 而皆自己 看到自己坐在宝莲花上 坐在莲花上 这个时候呢 佛就告诉圣地佛 你现在观 我佛你没眼睛 本来是圣地佛看到 是印度人那些撒死法座 结果佛脚一按低头 把整个化为很漂亮的庄严佛 之后 他说 那你现在来看 这个佛主眼睛不眼睛 圣地佛说 哇 未来世尊啊 本所不见 我本来没有看过的 本所不闻 我本来没有听过的 京东佛 佛主怎么完全的表现 非常的亲近和庄严啊 怎么这么庄严 这么亲近 这个时候呢 佛就告诉圣地佛了 我佛国土常常亲近是如此的 我佛的国土 本来就是亲近如此的 我欲度私下略人度 我欲度这些迷媚的众生 所以我故意显下而冷静啊 表示众恶不亲近 是显现这么多丑恶不亲近的国土啊 是代表众恶 我们众生的这个 怎么样 心不干净 不亲近 比如诸天 就好像诸天一样 共饱器食啊 共同用一个饱器来吃饭啊 随他的福德多少 饭都会显现不一样 就好像说 听说在天界的人吃饭的时候 不用像我们要赚钱的喔 比如每一个时候到天界去吃饭的话 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东西 我心里 我思想想要说 我想吃一个什么八宝粥 就偏离一个八宝粥在你面前 你说 我想要来一个汤匙 就跑一个汤匙来 我吃饱了就不见了 在这个随你的心力变化 随随着我们还要赚钱啊 还要辛苦 还要赚钱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那这个世界如此的话 还有很多听解不一样 所以以后我们读到热言经的话 上次我们读到 还有我们这个沙伯世界之后有虚名山 因为它今天有四天王间 刀立天 还有什么区烈谋天 多帅谋天 化热天 他化自在天 这都御间天 比一个天明 一个提一个提的 寿命要长 而且你说享乐自在 比我们更快乐自在 这好像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界我们看不到 这好像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天界 但是你再比一比啊 蚂蚁 蚂蚁会不会看到你的人 你的人 蚂蚁看不到你这个人 你人如果坐 蚂蚁在地下走的话 你在用石头灯 有一个手术的动作 一般蚂蚁 蚂蚁会当作一座三挡 你不知道你 看不到你人在哪里 因为它想不到你脸啊 蚂蚁跟人是如此 人跟天界的天人也是如此 是因为我们 我们居住到这个久了之后 只知道这个世界是我的 但你不知道说天外还有天 我好像不知道 佛祂能够达到五指的 他可以知道 把所有的灵界告诉你 那这个 所以我们说这个佛祂告诉你 我佛 佛祂本来就常常清静这样 是因为要度我们下面的 略下的人等 所以是这个众恶不尽徒 比如诸天共保世奇 随其福德 范食虽然显现不一样 如是色力不 若人心啊 清静的话 便见我持主功德的方向 假如这个人心是清静的 这可以看到我佛祂的清静中有 当佛献持佛祂临近的时候呢 宝姬啊 所将五百个长者子 皆马上得到的无神法 这个时候他现这个佛祂团圈的时候 宝姬说 所带来的这个五百个长者子 皆得了无神的法 那什么叫做无神法 知道吗 无神法 不管你顺 不管念 不动你顺 我们人很容易被顺 顺基来的话好高兴好高兴 逆境来了好痛苦好痛好痛 对不对 人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有神 有神的话不能达到无神 无神是在顺跟逆境以后 他不能不动心 他不动心 我们会有爱对不对 也有恨对不对 无神法人对爱恨来讲不动心 他不会影响到他的心了 打动境界 那这个是亲近的问题 就是他达到了这个更高的智慧 这个顺秘的动力行 这叫无神法人 他说这个时候有五百个长者子 马上看到佛祂这么亲近 那我心也要求亲近 我也要亲近 原来是我心不够亲近 所以马上直到无神法人 那直到无神法人的境界就是这样 心要亲近 什么叫亲近 心要对顺跟逆 德跟施都要被他影响到 有跟无都不会被影响到 色跟空也不会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心经 不争不解 不净不够 还要不知道 不生 生跟灭是什么评论 这个就是达到的无神法人 所以呢 八万四千的人揭发 无上阿妙多罗三百三百佛理 阿妙多罗三百佛理 叫做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这是正等正觉的心 八万四千人都马上发说 我要去成佛 我要跟佛一样 都发这个心 佛就念了他的神主 就是说起他的神主 这个世界有变成跟以前一样 又变成跟印度那时候一样 又是莎斯瓦碩 这个于是世界还还如故 就跟他一样 求生文秤者 就是求阿罗汉叫做生文的 我们有看到佛庙的话 有一叫阿罗汉的 有没有看到 瘦瘦啤啤的干啤啤的 然后叫阿罗汉 那也叫做生文秤 求阿罗汉这些人 有三万两千个人 诸天以及人 求生文秤者三万两千 诸天及人 知有违法皆惜无常 就马上悟到有违法都是无常 有违法 什么叫有违法皆惜无常 皆惜无常 名利 老婆 儿女 这些你所看到的 都叫做相 凡一介相皆为这样 皆为虚 虚枉 虚枉 若见诸相非相 只有什么一件是真的 只有无违是真的 只有无违是真的 无违法 那什么叫无违法 一切圣行皆以无违法而违法 什么叫无违法 你那一颗心 除了你那一颗心 全部成就以外 你今天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假的 借用而已 你死的时候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百岁死了 不存在 只有你所看的还存在 不存在 但那一根心 就绝对你不存在 绝对你不存在 那那一根心 看得大吗 看得大 那就叫做无违法 除了心以外的 看得大的东西 都是要做虚枉 借用 原来原去 原起原灭 知道吗 那你抓都抓不着了 你想要抓一个很好的老公 或者抓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你必须抓不到他的心 因为他心跟你心不一样 你要修他不修 你怎么办 所以你只有心还是你的 其他都不是你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他都讲说 所以呢 身文正则 三万两千 诸天几人 知道有违法 皆虚 耳朵听到什么 声音 言耳鼻 闻到什么 味 闻到香 对不对 蛇 味道 生 闻到醋 乏 乏 乏 义生的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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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永远无存在的 一个再漂亮的女孩子的话呢 他现在漂亮 他经过三十年五十年 他都不变化了 他都不漂亮 他老怎么办 那么我们很贪爱这个漂亮 每天去龙虎也好啊 每天去都漂亮 那也是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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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也漂亮啊 或到韩国去啊 去怎样 这就是为了一时 为了漂亮的女孩子 吸引人家 那这个 生、香、味、醋、法 这些都当六成 所以呢 他们为了修行 他远离成 这个尘是克尘的 克尘的 不是主人 他是有违法的 是克尘的 主人是在哪里 在宵中 在宵中 心境就佛祖境 所以呢 远离克尘 还有克尘 是这个时候是 影响到我清静的心 那个克服 对吧 因为这些尘 我执着了 我贪爱了 我就会追求 然后我的心啊 就被他执着 执着的时候都怎样 就被这个克尘 蒙蔽了 我们的智慧 然后就远离乘客 所以他就讲这些 所以呢 得法也进 得到法也清静 什么叫法也清静呢 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 什么叫法也进 很简单 眼睛不看这世间的东西 他说老师啊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人都叫我看 我要用法眼来看 我要用眼睛来看 我看不准 对不对 他有一种叫做法眼睛 法眼睛 法眼睛看出去世间的东西 只看到 看到如来 跟何煞这些 可以看得到 他对世间这种东西 他不看了 因为什么 例如说什么 你按照片啊 他说生意多少病 他只看得到过去 他不留心 不留担心 就叫法眼清静 法眼的时候是清静的 因为佛偶讲 有八五种眼 一个叫什么眼 露眼 你们拿的是什么眼 露眼 第二什么眼 第三是什么眼 慧眼 慧眼 第四个 露眼 第五个 露眼 哎呦你们很厉害嘛 这种厉害 这都五种眼 好 我们凡夫是什么 弱眼凡胎 弱眼凡胎 是这样 天眼呢 可以看到天神 来来去去 天眼 慧眼人就是属于阿罗汉以上 这个天神的 天界的天神 那这个阿罗汉的 要先界的 阿罗汉的 得到慧眼 那法眼是菩萨的 修到很高的清静菩萨 得到法眼 用法眼来看同时的 佛眼是到佛最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有五个阶梯 我们到谷班的 横子到天眼 修到最高到天眼 那如果你再修上去 诶 就可以到了慧眼 慧眼就属于真子班的 那到全真子班就去得法眼 我们这个的标 阶梯一样 刺帝 所以修行的话呢 你到了菩萨的大菩萨 都是由法眼 法眼清静 那八千彼丘 不受诸法 若如尽异 所以有八千的和尚 彼丘和尚 不受干扰 诸法就是万象的干扰 断除了什么 就断除了他的贪成痴 贪成 断除了他的贪成痴 还有爱 还有无名 得到了解脱 诸肉尽 这些都断掉了 得到了解脱 所以心灵就得到解脱了 得到自在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品 这些是我们的 肌肉尽 是我们的肌肉尽 最后一天 我们的肌肉尽 感谢观看